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姐 你子的口色脸的 我的女儿啊 宝贝女儿 你不该走这条路啊 我的女儿啊 老田爷啊 我 我的真儿快回家 我的女儿啊 你要去就带太太一起去 小姐 快给娘看看 娘 真儿啊 你 你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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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老爷 老爷 你快点回去吧 朝廷来人了 娘 走走 娘 我也不想活 娘 奶奶也不想活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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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的天神丫头 她离家之前 有什么异常啊 回夫人的话 没什么异常啊 对 不对 大小姐 不在手绢上的血 是我亲眼所见 在此前 她无病无痛 何地说说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我 我 我那怪孙女儿 还突然吐血了 方方 任命观天 你给我说清楚 说呀 老夫人 夫人 大小姐她的心思 我怎么能说得清楚 我 我这只 她不要跟吴光 金榜提名 回乡时 即刻上门提亲 她又是吐血 又是离家出走 死丫头 你不要遮遮掩掩的 你给我说清楚 她的心仪之人 到底是谁呀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会不知道 你这个死丫头 你就是再不说 我也猜出了七八分 是歇见那坏小子 她竟敢供应我们家的大小姐 他居然搭起了我女儿的忠心 他居然搭起了我女儿的忠心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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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大小姐暗恋谢晋 谢晋 谢晋并不知情 胡说 夫人 我没胡说 谢晋如果真能懂大小姐的心 她为何今天迎娶了徐茂祥的女儿淬莲为妻呢 谢晋这么聪明 会不知道娶了我家大小姐 就拍上了金枝的道理 行了行了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 小姐的事你要再胡扯 我就撕烂你的嘴 芳芳 快扶老夫人回家 让老夫人赶紧回家 真 真的 这简直是 你 公公星夜光临寒舍有失远迎 十里十里 曹大人 你好忙啊 只是曹门不幸 曹门不幸啊 曹大人 还应以国家大势为重啊 那是 那是 好吧 礼部尚书曹大人 接旨吧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玄宝数年 竟无险效 以金代征 新生中保 卸代独职 刚济难饶 现期三月 复命返朝 倘无真品 暗律纠考 今此 臣 接旨 乌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桂 何岁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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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颓 朱冷 哭什么哭啊 当老子明日上了断头台 你们的眼泪都没地方掉去 都给我听着 从现在起 谁也不许提及 昨天晚上丢人现眼的事 就算是曹家 没养这个不孝之女 更不准向外人提 皇上下旨献三月内献宝 否则暗虑论处 看来我曹轩 得栽在这宣宝的事情上 我 我 我这等着杀头吧 你 老爷 这可怎么办啊 老爷 儿啊 难道咱们曹家 就这么晚了吗 在那一个跟着一个 我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了 老爷 娘 老爷 儿不孝啊 儿让娘也受了千脸 儿对不起你啊 娘 他娘 儿 岳父大人 孩儿发现一个东西 好看齐了 就不知算不算是个宝物 宝物什么样子 我无意中发现的 是一对极其珍贵的玉瓶 你们进去以后不要张扬 便在京东四林 走走走走 轻点轻点 走走 谁啊 谁 这么晚了 你们要干什么 走啊 快把你家的宝物交出来 我们家哪有什么宝物啊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许老爹 你要知道 私藏宝物不交是要犯罪的 亲者坐牢 重者要杀头啊 这也是朝廷定下的王法不是 我哪有什么宝物啊 怎么会没有呢 我亲眼所见哪 你家 不是有一对龙形图案的玉宝吗 交出来吧 那是我家祖传的古物 算不得什么宝贝呀 傻啰嗦 快把宝物交出来 我自家的东西 凭什么交给你们哪 走 走 你们这些强盗 土匪 你们这是 无法无天 你们这些强盗 无法无天哪 强盗 在这儿 对 就是这对玉瓶 这 这是我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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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老板走 你们这些强盗啊 你们这些强盗啊 爹 海儿不像 是我害了您老人家 岳父老爷 您含辛如苦 把翠莲拉扯成人 现如今 我终于和翠莲完婚 未能在您身前尽孝 您却惨遭不测 海儿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嫁给荆哥为妻 翠莲 你说什么呢 我说的是真心话 其实我早就知道 他 当朝尚书 曹璇大人的千金 曹珍小姐喜欢你 你们一起读书 一起接受先生的教诲 日久生起 他仰慕你的才华 早就把你视为义中人了 我承认 我确实跟曹珍有同窗之意 但绝无非分之想啊 这我相信 可是静哥想过没有 你无此心 可他有此意啊 曹珍出身名门望左 乃大驾闺秀 我出身贫寒 不过是一介书生 此乃门不当户不对 这是事实啊 崔璃 你可不要多虑了 不是我多虑 是曹珍小姐多情啊 咱俩刚完婚不久 他却突然失踪 紧接着 我爹又遭雪光之灾 我娘幸亏到外婆家去了 才躲过一难 这名眼人谁都知道 是咱俩完婚 自伤了她的心 她万念俱灰 据说还为你跳河殉情 不是这样的 那 静哥 你听我把话说完 曹珍小姐 活不见人 死不见事 曹府为此十分恼怒 本来就迁怒于你 只因你是皇上 钦点的新科进士 他们不敢造此 所以 所以就把仇恨 发泄到我爹的身上 这就是明摆的事实 崔璃 你不要激动 杀父之仇 丧亲之痛 你的心情我理解 我心里也不好受 但是 从岳父在家中被害现场的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不是仇杀 定是徒财害命 如果我没推断错的话 造成岳父大人惨遭不幸的 就是那对家传的玉瓶 他 爹 你死得好惨了 崔璃大人 岳父的事情 我已经向县衙报案 恩师沈大人 于公于私 都会严加追究 歹徒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但是我相信他们 是难逃天王啊 厉害 清哥 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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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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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奴婢是来求皇上 向地府阎王发个蚊蝶 让我们这些冤鬼有欺身之所 不致游离漂泊 那朕为你们做上法事 大骄超度 你看如何 谢万岁 来人哪 来人哪 万岁 这 你 启离万岁 韩国公要求见驾 不 不 朕心情不好 明 明日找他到御花园见朕 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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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爷 李大人到 臣礼擅长 恭请皇上圣安 好 爱卿免礼 来 赐座 谢圣上 爱卿 坐 圣上 急急招臣前来 不知有何面遇啊 就是那个田墨儿在北边几度浸泛 如今居然占据了我大明江山 既一座城池 爱卿啊 你看如何对付啊 圣上 老臣以为此事不可调以轻心哪 不可让贼子气焰嚣张 应该立刻调兵遣将 前往争较 以为民心 以安设计 爱卿看调派何人为好啊 小儿李奇如何呀 难得老爱卿慷慨自荐哪 朕早有此意 只是难以启齿啊 圣上啊 你何出此言哪 老爱卿一生为朕打下江山出生入死 如今年近七旬还替朕操持国事 朕是不忍心调派令郎远离爱卿西夏 不远万里去边关征战哪 圣上啊 为人臣者 当以忠君为己任 更何况你我既为国之君臣 又是儿女庆家 修气与共 荣辱难分哪 今铁木儿亲我边境如此猖狂 驸马亲征 去征脚 是义不容辞的呀 既可以大朕士气 必会一往无前 其开得胜啊 老爱卿啊 朕得爱卿 天赐朕也啊 我去吧 好 家主的事情就不要挂在心上了 没有圣上的旨意 切不肯离开前线 军情大事要多多地向圣上承报 而要切切记住了 孩儿 禁忌父婿 持兵父王 我军已整装待保 请封马爷宣令 孩儿拜别双亲大人 儿子 王爷爷 你别别别别别 王爷爷 这儿啊 皇安浩荡 天下太平 自卑阴阳共享 人鬼同乐 设定七月十五日于相国寺设坛打桥 明明显 皇安浩荡 天下太平 凡各寺庙高僧名家 务必准时至今复会 不得有误 此不 佛上真是恩德阴阳 天阴间的事情都想到 他呀 本来就是和尚出身嘛 这下京城鬼节可热闹了 对 按下阴台赞布表 单说山伯回血管 天赐一段好阴源 回到血管来入眠 可惜山伯太愚钝 寻规倒地不赶钱 时光如鸟翩翩过 醒到天亮不睁眼 不睁眼 姑娘 姑娘 喝下这碗汤吧 您哪 不管受多大的委屈 姑娘 喝下这碗汤吧 您哪 不管受多大的委屈 只要能够活下来 只要能够活下来 总会有舒展的一天 哎 姑娘 我看你穿着 并不是一般人家 如果你想回去啊 老汉一定固定轿子相送 绝不图你家神啊 你得说话呀 姑娘 如果你是哑巴 点头摇头都行啊 哎 哎 并想大人好 快 forward worker 让一下 来 让一下 京王爷 嚣达 又是去映朝的 老哥 你看那小哥上 梅青龙秀活像个大姑娘啊 乱讲 歇毒佛门会遭报应的 朕姑娘 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我没想到的是 堂堂尚书他人 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我仰慕谢尽的才华 厌恶无光的势力 反感父母的无情 哀探自己的苦命 我真的无路可选 我只有同合自己 才能患得解脱 朕姑娘 此句差异 父母无情另当别论 可是你的靖哥哥 会为你的草率而抱恨终身的 朕姑娘 想开点 你喜欢的人和喜欢你的人 都希望你快快乐乐地活下去 朕姑娘 人是为自己活着的 轰轰烈烈身身 这默默无闻哪 也是一生 关键是要坚强地活下去 这样吧 你先在这儿静养几日 等你身体复原以后 我就送你回家 你看怎么样 回家 我是有家不能回 如果回去的话 我那狠心的父母 还不照样把我往火坑里推 还是会让我嫁给 吴光内的势力小人 那还什么 反正我也是一个人过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就先在我这住下 反正天晚天快 没有你家的山珍海味 粗茶淡饭 我还是供得起他 贫僧见过大明皇上 贫僧师徒奉我之国国王之命 前来应召 一是交流两国佛门之道 二是为圣上涉坛打交 府民安鬼尽绵薄之力 毕国国书和金佛 请万岁笑大 大师 请坐 谢皇上 毕国国王得知圣上正在征寻赈国之宝 特献上金佛作为候选 如能选中 国王当亲自前来参加大典 以修世代之好 好 好啊 是 这 正国之宝只能在本国选定不可选用共品 请大师带朕 请大师带朕转答对贵国国王的谢意 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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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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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一丝的不明不白 是寒而不孝 不该把咱家的珍宝礼品呈现出来 害你死于非免 歹徒见前眼开 让岳父大人含恨久全 为序本该查明真相 以告慰您在天之灵 无奈皇上有旨 命为序近日赴京为朝廷效力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为序就此告辞 爹 十天后是七月十五 我和靖哥 提前为您烧纸焚香 祈求菩萨保佑您 早日升入天堂 岳父大人 您尽管放心 我这辈子都会好好对待淬莲的 我更不会把家仇忘了 有朝一日 一旦我寻回祖传保平 我定会带到您的墓前 以告慰您和列祖列宗 在天之灵 大姨奶 光光啊 吴光明日动身进京 大姨奶 特地向您辞行来了 光光啊 光光啊 你如此深暗礼 将来虔诚一定不可估量啊 来来来 快坐 谢大姨奶 来 啊 吴光处处茅庐 日后还望大姨奶多多教诲 大姨父多多关照 啊 这个自然 光光啊 才冒双全 只可惜 我哪怕你孙女真正 鬼迷心窍 没有这个福分哪 是我 没能穿住真正表妹的心 愧对姨父了 不不不 光光 你对我忠心耿耿 立下了汗马功劳 你是我们曹家的大恩人哪 不不不 大姨奶何出此言哪 吴光羞愧难当 不 这第一 我宣儿为过玄宝 兴兴业业 废起忘事 却遭坏人暗中算计 龙颜大怒 皇上听信谗言 居然颁发圣旨 明示轩儿 懈怠独职 刚记难逃 如果不是光光你在关键时刻 出谋划策 寻道欲凭这西式珍宝 我宣儿肯定难逃这暗律就靠啊 吴光从小就愿意助人为乐 更何况又是助大姨父一臂之力呢 赵玉萍那举手之劳 您不必为此事耿耿于怀 还有 找到国宝顺理成章 你理所当然是献保状元 可你呢 却把这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一部登天的荣耀 双手供让给了我的乖孙曹宝 实在令人感动啊 大姨奶 吴光从小受您的呵护 受大姨父的教诲 我是真心实意地 把献保状元的头衔给了表弟 再说了 表弟读书实在是太难了 走献保状元 入仕途这条路 应该算是一条捷径了 光光如此身名大义 实在是难得呀 我那乖孙子 要是有你一半的从回 我就心满意足了 哎 光光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跟大姨奶说 我此次奉诏进京 本来应该是春风得意 愁住满志的 不过 不过 不过什么 快说出来 大姨奶替你做主 不 大姨奶 那吴光在此先行谢过了 事情 是这样的 吴光玄宝心切 可谢敬的乐仗徐茂祥贪财如命 死抱住玉瓶不放 结果被校尉失手打死了 哦 原来你说的是这个事啊 这算什么大事吗 光光 完全不必为此事担心了 大姨奶 此事人命关天哪 再说了 审世行是谢敬的恩师 万一沈大人要是追究起来 我怕日后和谢敬难以同朝为官 而且说不好还要丢了锦绣前程 希望大姨奶和大姨父给我做主啊 那个沈世行区区一个芝麻罐 他能有多大能耐 这个老家伙 我看他真有点老糊涂了 你大姨父已经奏名圣上 不日就让他告老还乡 还有 你大姨父啊 替你想了周到 已经帮你找了一个替罪羊 那个徐茂祥之死 跟你光光 完完全全没有一点关系啊 多谢大姨奶 大姨父 替吴光做主 光光啊 你就放心地到京城 去作你的官去吧 大姨奶在这儿先助理 官运横通 清云直上哦 多谢大姨奶 对吴光的殷切希望 大姨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